今天给大家分享多肉植物 红蕴当头的分株移栽方法 红蕴当头是一种非常受欢迎的多肉植物 它属于景天科青锁龙鼠 原产于南非 它的叶子呈长椭圆形 颜色鲜艳 具有红、黄、白等多种颜色 非常适合用来装饰家居 红蕴当头是一种非常容易繁殖的植物 通过分株移栽的方法 可以轻松地获得很多盆漂亮的红蕴当头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红蕴当头的分株移栽步骤吧 第一步准备工具和材料 在分株移栽红蕴当头之前 需要准备好以下工具和材料 多肉植物专用土壤 或透气性好的原土透气性好的花盆 或育苗和锋利的刀片 或剪刀杀菌剂 或草木灰报纸或塑料膜 第二步托盆取出小苗 首先轻轻敲击红蕴当头的花盆四周 让土壤与花盆逐渐分离 然后将整个植株从花盆中取出 注意不要伤害到根系 第三步分株切割将红蕴当头植株 放在报纸或塑料膜上 用锋利的刀片或剪刀 将植株从根部分成若干小丛 每个小丛最好有三至四条根系 这样有利于成活 切割时要注意不要伤害到叶片 第四步杀菌消毒在分株切割后 为了防止病菌感染 需要使用杀菌剂或草木灰 对伤口进行处理 将杀菌剂涂抹在伤口处 或者将伤口处沾上草木灰 这样可以有效地防止病菌侵入 第五步 移栽种植准备好透气性好的花盆或育苗盒 将杀菌剂涂抹在伤口处 或者将伤口处沾上草木灰 然后将红蕴当头小苗栽种在花盆中或育苗盒里 每个花盆或育苗盒最好种植三至四个小苗 以便更好的生长和维护 第六步 养护管理在移栽种植红蕴当头之后 需要对其进行适当的养护管理 具体来说 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 光照 红蕴当头喜欢充足的阳光 但也不能长时间暴露在强烈的阳光下 因此 需要选择合适的光照位置 既要保证光照充足 又要避免晒伤叶片 二 胶水 红蕴当头需要保持土壤湿润 但也不能过湿 最好在盆土表面干燥时浇水 避免积水 同时 可以使用喷雾器向叶片喷水 以增加湿度 三 施肥 红蕴当头需要定期施肥 以保证植株生长健壮 最好使用多肉植物专用肥料 或者稀释的有机肥料 注意不要使用浓肥或生肥 以免烧伤根系 四 病虫害防治 红蕴当头比较容易受到病虫害的侵袭 因此需要注意防治 常见的问题包括根腐病 碳居病 牙虫 戒壳虫等 一旦发现病虫害 需要及时采取措施进行防治 五 换盆换土 随着红蕴当头的生长 需要定期更换更大一些的花盆或育苗核 同时 也要定期更换土壤 以保证植株的生长环境良好 通过以上步骤的介绍 相信大家已经了解了红蕴当头的分株移栽方法 需要注意的是 多肉植物的养护需要耐心和细心 只有在合适的条件下才能生长茁壮 希望大家能够按照以上方法 成功的繁殖和养护 红蕴当头